女人花5000块钱买下30条便宜苦茶子 用力擦拭着叶下的糊臭 可她觉得味道不够上头 直接塞进了30年没洗的鞋子里 充分熏陶后 女人才满意地把这些仙气飘飘的苦茶子打包 发给全国各地的变态 而这便是女人的工作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恶心 可这是女人凯蒂唯一的经济来源 香港在疫情肆虐的三年里 各行各业都遭受了重创 工厂停业 餐饮歇业 无数失业的人才想要口饭吃 更别说凯蒂这个身无一技之长的单亲妈妈 她才20岁出头 就有了个7岁大的女儿 当初涉事未深的她交了个男友 不料对方把她肚子搞大后就跑了 为了把女儿抚养长大 凯蒂和父母都闹翻了 选择了离家出走 从此靠打零工和小偷小摸来维持生计 可随着疫情的到来 凯蒂的生活彻底陷入了绝境 所有地方都停工停业 她不得不带着女儿挤在狭小的地下室里 整天每天忍受饥饿之苦 好在过了不久 她之前联系的清洁公司忽然给了回应 这是三个月来凯蒂第一次找到工作 她马不停蹄找了过去 谁知开门的竟是一个邋里邋遢的中年男人 对方看凯蒂太过年轻 想都没想就准备关门送客 为了女儿能吃上饭 凯蒂低声下气的拼命恳求 看到她诚恳的眼神 善良的窄哥最终还是心软答应了下来 只是窄哥的日子也不容易 人到中年却依旧没有成家 父亲早逝后 她便独自照料体弱多病的母亲 还要在疫情的冲击下 艰难经营着这家不大的清洁公司 然而 随着日益收紧的管控 货物运输也成了难题 消毒业等清洁成本水涨船高 眼看辛苦经营的公司就要面临破产 窄哥不得不像个陀螺一样 逼着自己不停忙碌 但即使这样 她依旧答应让不太信任的凯蒂过来帮忙 虽然一单200块的酬劳并不高 却解了凯蒂的燃眉之急 为此 凯蒂干起活来总是格外卖力 她能细心又快速地完成 窄哥交代的所有任务 看到男人腰病复发后 也会殷勤地给她找来高药帮她贴好 在凯蒂的帮助下 窄哥终于轻松了不少 甚至开始庆幸当初留下了对方 就当她要对凯蒂建立起信任时 不料这晚在便利店门口 她居然意外看到凯蒂母女正在偷东西 虽然只是几个冰激凌 却这触犯了行业大忌 窄哥有些震惊 但更多的还是失望 虽然她知道母女俩生活不易 最终也没有选择揭穿 然而这件事却成了窄哥心理的一根刺 她一边对凯蒂愈发防备 一边又忍不住告诉自己 对方只是生活所迫 不得已而为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 女人的恶系会害得自己一无所有 女人掏出莫喜的苦茶子 放在有糊臭的叶下疯狂摩擦 觉得味道还不够上头 又将其塞进常年没洗的球鞋里 让味道变得相当有层次 直冲天灵盖 凯蒂恶心的几乎要晕过去 可她的客户偏偏就喜欢闻这些味道 根据地址一个个邮寄过去后 凯蒂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 然而这些钱根本不够她和女儿生活几天 在香港长达三年的疫情一脉下 她只能跑去做清洁工 赚一点微薄的工资 这次是一栋豪华公寓 站在阳台上 就能俯瞰湘江最美的景色 凯蒂干得很是起劲 结果一抬头看见柜子上 居然摆满了儿童口罩 要知道 这在疫情期间可是珍贵物资 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 一想到整天跟着自己东奔西跑的女儿 凯蒂顿时起了歪心思 最终还是没能忍住 劝着窄哥不注意 偷偷拿走了三盒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所犯的错误竟会连累到窄哥 客户很快就察觉到东西丢失 要求公司赔偿 窄哥有苦难言 只能自掏腰包稀释宁远 她知道这件事和凯蒂绝对脱不了关系 当晚便急匆匆找上门来 更让她意外的是 一向表现良好的凯蒂竟然无理取闹了起来 凯蒂一副我穷我没错 错的是有钱人的态度 让窄哥无比失望 她不想再跟对方争吵 当即辞退了对方 转头离开 可刚走到街上 就看见一对父母正在给女儿换口罩 即使用着的口罩依旧崭新 却还是被他们直接扔到了地上 窄哥看得顿感心酸 想起凯蒂连这些被丢掉的口罩都买不起 剑步得人间疾苦的她 心又一次软了下来 决定再给凯蒂一次机会 我不理你以前是怎样 我和我做事 手脚一定要干净 行不行 行 为了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凯蒂干起活来更加卖力 她再也不敢说谎骗人 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而窄哥看着对方的转变也愈发欣慰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总是一起给客户做清洁服务 一起吃饭 一起带着女儿玩耍 就像朋友那样相处得十分融洽 而凯蒂也终于向窄哥敞开心扉 说出自己曾经的经历 也许是因为同情 也许是多日来的相处滋生了感情 窄哥对凯蒂的感觉越来越特别 尤其是有一天 两人上门做清洁时 凯蒂意外捡到了客户的百万手表 她想都没想就交还给了对方 最终不但获得了客户的夸赞 还得到了窄哥多给的二百块奖励 看着靠劳动换来的钱 凯蒂既兴奋又激动 她决定凭借自己的双手 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继续偷偷摸摸 因为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 只有以身作则 才能正确引导孩子 与此同时 她和窄哥的关系也愈发暧昧 日复一月的相处 让他们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可偏偏就在这时 窄哥的母亲忽然因病去世 原本坚强的男人 在得到消息时 却哭得像个孩子 凯蒂只能守在对方身边细心安慰 紧接着自告奋勇看好公司 让窄哥回去料理丧事 可她乱乱没想到 自己竟然捅下了天大的娄子 担心母亲前去应聘清洁工 一上来就遭到老板的嫌弃 有没有做过的 有啊 然而老板显然不相信 想要关门谢客 你是机会啊 试着三个公司啊 单纯的女人以为干这行很轻松 上手后才发现这是最脏最累的工作 但为了赚钱养活女儿 她还是不得不咬牙坚持 除了平时要做清洁工作 还要每天熬夜赶工分装清洁剂 女儿看到母亲辛苦 主动帮忙分担 然而一不小心把清洁剂撒得到处都是 由于这些清洁剂价格昂贵 而且在市面上早就卖断货 更雪上加霜的是 疫情期间物流不变 想要赶上进度无疑是痴人说梦 无奈之下 凯蒂只好用普通清洁剂应付 抱着一丝侥幸心里希望可以挺过难关 但没料到自己这个自作聪明的决定 会害得让窄哥一无所有 此时窄哥刚当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回到公司 海关立马就找上门 表示有人举报他的公司使用假冒产品 需要上门搜查取证 窄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头雾水地接受了调查 但很快就发现一旁的凯蒂神情紧张 欲言又止止言又欲 窄哥瞬间明白了一切 心里悠然而生不祥的预感 然而在危机关头他还是选择了保护凯蒂 主动站出来承担所有责任 不久后窄哥被人告上了法庭 强行扣上了无良奸商的帽子 在网络上遭到众人攻击谩骂 他为了偿还所有欠款 不得不忍痛卖掉了公司和心爱的汽车 为了维持生计找一份保安的工作 每天浑浑噩噩过日子 在此之前他曾找过凯蒂 希望他能够站出来说出真相 可对方却怯懦地流着眼泪 什么都不肯说出事情 只是向他一个劲地道歉 随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深夜 偷偷带着女儿离开了这里 当窄哥再次见到他时 是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网吧里 他已经身无分文 只好一边在网吧里打扫卫生 一边带着女儿借助 吵闹凌乱的环境 让善良的窄哥看着心疼 他气不过 将凯蒂女儿拉到了外面 长久挤压的苦闷在这一刻爆发 对着凯蒂一痛则骂 做人老老做到你这样真是失败 你看看你这个 你看看他 凯蒂垂着头不敢说话 可女儿看到妈妈被骂 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看着可气又可怜的母女俩 窄哥没在撒气 将手头仅剩的几万存款 全部送给了他们 希望他们能度过难关走上正轨 凯蒂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错得多荒谬 立即寻找了一份正经工作 决心好好抚养女儿 虽然疫情困扰 但他仍抱有希望 相信美好的明天终将来临 毕竟疫情终将结束 困难总有过去的那一天 只要心怀希望 就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